赢家看趋势 输家看涨跌 大家好我是陈锋 欢迎收看台股战略家 上个礼拜的一个行情的一个看法跟规划 陈锋认为这个跳空的63点 其实可以回补 回补并不会阻碍 陈锋对于大盘多头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这一个方框的一个重点就在这边 所以他有没有来补 我想大方向都是做多 我想在这一点跟投资朋友沟通好 就很清楚的知道 陈锋对于盘市的一个看法并没有忽多忽空 所以我想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说那既然台股在高档 谁稳住了指数 各位这一条线呢 是在大约11点多的时候呢 画出来的 最后这一条斜的这条直线呢 有没有守住 其实是有的 这是另外一种的看盘技巧 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 并没有在这里呢 多做解释 稳盘 到底谁稳了他 今天大盘呢 我想走势呢 还是我个人认为 并不会这么的艰辛 主要还是有金融股呢 出来呢 来护个盘 那我想 首先呢 外资在护盘方面呢 开发金因为股价小 所以他们会大力的买超 不过我个人认为 比起开发金 更重要的一个全职呢 我想还是在富邦金 富邦金呢 今天站上了月线 各位 站上月线 只是让大家方便 去了解 金融股 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 蛮强势的一个股票 所以稳盘的一个角色呢 这个重担 永远都会落到 富邦金 富邦金呢 那大约在今天的10点半呢 11点的时候呢 做一次的一个推升 另外一个 2882的国泰金呢 是在12点之后呢 换它来做一个拉抬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 上柜的部分 我想还是需要靠 稳茂 第二大的一个全职 柜王 继环球金之后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全职股 3105的稳茂呢 我想今天稳稳的收在 4.4% 那战略家的会员呢 在大约在11点半 12点的时候呢 收到我针对文贸的看法 间接带到联发科 我想这样的一个解释呢 已经是非常非常清楚了 所以各位 你现在呢 还会想要说去放空任何一档股票吗 我想讲到这边 你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 所以 如果大盘要持续的往上做一个攻坚 国际上 现在目前疫情呢 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严峻 这就是我先前上个礼拜告诉大家的 市场正要绑架联准会 也就是说 英国的疫情 包括刚刚宣布 马来西亚全面性的一个封锁 都要对联准会呢 施加压力 让他不要这么轻易的 就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party关起来 这个胁迫会不会成功 我们接下来要看 联准会的一个谈话 不过我想 他的老大 联准会的老大呢 已经有一些味道出来了 什么味道呢 Jim 拜登 拜登 in mall 要到日本去 看Olympic Olympic是什么 奥运 他先去打前哨战 所以我告诉大家 日本奥运呢 你去思考 疫情这么严重了 还要办奥运 我告诉你 没错 就是要办 疫情严不严重 都是媒体在说的 所以有钱人 为什么要控制媒体 各位 今天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思维 有钱人 为什么要控制媒体 所以我想 这么严重 真的很严重吗 我告诉你 全部的日本人 都会去打疫苗的 当然AZ 他们送出来 他们不打嘛 他们要去打 BNT 或者是Moderna 他们就全部都去打 运动员 我告诉你 全部都打好了 国外的当然还没 国内 他们自己本身的 已经做了sample 已经做了样本 辉瑞跟Moderna 全部都会打 所以 受惠股有谁 我想还是 那几档股票而已 所以最后呢 很多人会来看看 友达啦 2409的友达 今天最后这个消息出来 有没有看到盘中的时候 收了一个脚呢 小小的脚呢 量缩之后 止跌 收脚 这准备呢 往前面的这个高点 26.8来做扣关 但这个股票呢 以现阶段这个 这样的一个跌幅呢 不好操作 你要嘛 你就买在今天 不然明天开个小黑 你就买 不然这很难操作 你等到确定了 你再买 基本上一定被套 或者是3481的群创 这个呢 也准备呢 要来做一个攻坚 你看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啦 这全部同一批人啦 所以在底部买的这些外资 我告诉你 这全部都是公司派自己搞的 全部都是 那你要这么辛苦 去做面板股吗 我觉得不这么认为 不需要去跟他们 瞎缴获这些股票 不需要 纵使后面呢 东京奥运有数位的看板出来 或者是车用面板 哇 新闻讲得沸沸扬扬 你都可以不用理他了 你都可以不用理他了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真正的一个大环境 要做多的 我想面板股 比较处于劣势 反倒是原物料 我更认为还没有结束 因为通膨呢 目前已经趋缓 跟上个月比 已经呢 持平 也就是说高基期的一个效应呢 早就已经浮现了 那你现在你说 我又要来去做什么 呃 民邦 黑的尊都说 不要了 因为基础建设要来了嘛 基础建设要来 这个规模 一波比一波 还要来得大 所以他现在呢 找不到裁员 裁员 就是说税的来源 富人税也不给 也不给客 企业税又定15% 那请问一下 钱要从哪里来 只能发债 或者是呢 吃老本 趁着石油高价呢 卖一下战备石油 不过这个战备石油 他不敢卖太多 他也不会卖太多 因为卖到对方 金主的口袋里面的钱 他也不会卖太多 你相信我 拜登已经变不出什么 新把戏了 他钱 绝对是要砍出来的 绝对是要发的 所以适当的让布兰特原油 以目前的一个高位 大概在将近73-74 这个区块呢 如果能够回到70 我个人认为 是有利于通膨的 是有利于让通膨呢 慢慢趋缓 不要增加的这么的快 股市的多头才可以 长得比较健康一点 如果一下吹太猛 那也是不行的 这是一种节奏 那既然这样 大家就很清楚了 为什么陈锋 要在6月9号 6月初的时候呢 就布局原物料 不管是在盘后节目 还是在中天 我一直在告诉大家 这样的一个投机的一个打压 绝对只是要让这些 浮烂的资金呢 不要一直把铜价推高 不要把铜价推高 所以打了这个闷棍 给它打下去 所以实质的需求 还在不在 在的 铜在某一个区块 我不在今天讲 铜在某一个区块 是有它实质的一个需求量 而这需求量呢 会把铜价呢 撑在9000美元 一公顿 这是伦敦铜价的一个报价 不是纽约商品交易所的报价 所以它是有实质需求的 那既然有实质需求 厂商当然要资本支出 杀下去嘛 它不资本支出 它怎么能够加大 铜矿的一个开采 它没有办法 它今天就是有担担 它量要放担 要放担 它就要快点嘛 卡拉基 买比较多的 挖矿的砖矿机 买比较多的 所以这道理是很简单 只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怎么样能够事先布局 我一再强调 任何的股票都是需要事先布局 因为我们的操作就是跟关键券商是同步的 甚至某种程度还是比较领先一点点的 所以我们战略家 唯一的一档原物料 礼拜天在TG我告诉大家 这个要来了 所以能够介入的一个时间点 说实在话没有很多 因为开高走高 基本上全部都要是追价了 全部都要是追价了 那唯一一档原物料到底是谁 我想 答案已经要公布了 从大概在6月22号 当然我东遮遮西遮遮 因为还没有喷出去嘛 所以我常常讲说 东西股票你没有涨出去 没有人会相信 没有人会相信 就好像说一个好学生 我有用功读书 我有用功读书 可是考试老师考零分 老师考59分 40分 怎么能够相信你有用功 但如果他一次呢 从59分进步到70分 80分 你知道他是真的有在看书 股票市场 也是如此 所以昨天呢 在TG上告诉大家的 荣耀天下 各位这个名字 我都只是看个同一字 就取一取啦 没有什么特别 了不得的啦 所以偷拉尾盘 然后呢 我告诉大家 行情的一个末端呢 正要慢慢的收敛 收敛是要干什么 波动变小 准备盆出 准备盆出 那到底是哪一档 1609的华融 6月9号 告诉大家 买进 爆的过程之中 21号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抠讯是什么 这是散单的一个卖出 散单卖出 完全完全无碍 趋势的一个发展 结果呢 续爆 今天6月28号 开盘才两分钟 我告诉大家 隔日冲 这个卖压稍微处理一下 没有几张啦 3000多张而已 这很快就消化完了啦 有机会就锁涨停 9点18分 恭喜华融 1609的华融 更正 1608 1609是大雅 我们曾经也做过 1608的华融 瞬间涨停 所以这一路下来 这个简讯怎么带的 怎么告诉大家的 那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些价位 我一直在告诉大家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当日的走势 多么漂亮 所以我一直在告诉大家 如果你看了我的节目 很多档股票 买进了 整理一下 喷出 买进 整理一下 喷出 都会预留一些时间 让投资朋友 看到陈峰的节目之后呢 表单能够来索取 能够及时的介入 如果你能够在上个礼拜 外资任养的 或者是内资任养的 一些原物料的股票呢 我已经连续预告了 一个多礼拜了 我都告诉你 原物料要来了 绝对不是像中国大陆 打压你的铜架 就是要让铜去死 我一直在强调说 政府在玩什么 我非常非常清楚 玩那个都算是初步的 初级的 那个看得出来 有些是玩了三四趟 四五趟 一层一层的 把他真实的目的呢 包裹住 那这个打压投机单 这是最简单的 所以告诉你是打压的嘛 只是不要让你的投机 这么的嚣张 让你的期货断头 就这样 今天你们看到滑融 开上去 两分钟之后呢 关键的抠讯 叫大家抱住 最后锁掌停 干净利落 上去 下来 再上去 再下来 就锁住了 你买不到啦 挂一万多张 你买不到 他也不会让你买到 他不会让你买到 所以我一再告诉大家 这是干嘛 严拟嘛 所以你看那些新闻 当天都告诉你 恐吓你 有没有大抛 什么金属储备 利空 持续蔓延 行情坏 讲什么 都是对的 就好像我现在的我啊 我涨停了嘛 那位都清楚我说的 一根10%随便我讲 哪有什么利多 就是买大鱼卖嘛 买的特别强烈 卖的呢 看到涨停了 谁要卖 你要卖吗 看到涨停了 你要卖吗 如果趋势 还能够持续前进 你要卖吗 就是因为没有涨 再踹他一脚 感觉都合情合理 就像台积电嘛 那我们说的 唯一一档的一个原物料 没涨 谁要相信啊 刚好这个 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中国啦 中国政府啦 要来把这个 同的介绍 讲到够够够够 不要让你去 因为去太乡了 去到我们也扛车 政府都没贪到 不欢迎 要跟你讲下去 讲到你摆在桌上 那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今天说第二次了 想怎么说 很多人都跟他摆在桌上 要摆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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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个小孩 那国家 国家和国家 要摆在桌上 都会摆在桌上 你把我摆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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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样 但是他摆在桌上 实质是怎样 我把你摆在桌上 要不然都摆在桌上 这是有摆在桌上 还有把你摆在桌上 但是摆在桌上 稍微摆在桌上 把你摆在桌上 你摆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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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摆在桌上 但是因为他有实际上的一个需求 所以他这也没准多少啊 还没有结束啊 今天第一根涨停 告诉大家 涨停的告诉大家 你相信了吗 你还是不信 你还是不信 因为你会拿很多技术派的告诉 前面有缺口 前面有M头 前面有什么蛙哥的一大堆 但是我告诉你 6月9号 我们就买了嘛 市价买进两成 当时停损价有427块 想想真是浩呆 真是浩呆 这想不对 我再来重新再来算一下 东算算西算算呢 改成25.5 但之后25.5有没有穿价 有穿价过去之后呢 看反应嘛 所以为什么才会有这个消息嘛 才会有这个折讯嘛 还是续报 6月21当天是有跌破 我先前所设定的一个价位 但观察了一下 嗯 这就是人家说的洗盘啊 洗你啦 把你刺一下 让你怕一下 让你吓到 结果呢 他当天就怎么样 来我们来看一下 又打到1609了 所以刚刚是错到1608 大雅我们也做过嘛 再重新再来玩一次 其他的 大雅不玩了 我们看一下 6月9号 有没有看到 我们在这一天的时候 开盘买进的 开盘买进的 结果呢 爆爆爆爆爆 当然还是会有震荡嘛 就在6月21号 这一天 跌破了我们 当时所设定的一个价位 观察一下 认为可以续报 你看隔天涨停 隔天涨停耶 哇天哪 如果被骗 这就是洗盘耶 破了月线 破了盘头 结果呢 隔天锁涨停 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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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空手 追在今天的 追在6月22号的 涨停的 结果呢 6月23 开高走低 还跌了3.51% 还跌了3.51% 这多么的魔忍 走了两天之后呢 今天跳空 开高走高 都让你买不到 这个真的是让你买不到 你不敢买嘛 为什么你当下 你要在两三分 两三分钟之内 判定他到底可不可以买 有点很大的困难度 所以我想 金属 原物料 我们是不是再一次做对了 再一次做对了 所以当时这一封 这一个图卡 也是我们当时做的 东遮遮西遮遮 只是告诉你 没有喷出去的股票 说实在话的 就算秀给你们看 说可以买 你们买得下去吗 你们敢买吗 对不对 就像一档股票 如果你没有抱着 稍微抱着 有时候抱久了 你没有信心 但是我告诉你 忠实话这种 到现在我还是觉得 他是非常非常美 非常非常漂亮 尤其是他的一个基本面 目前CPL全面性的攻击都吃紧 所以一开盘 一开盘 没有表现 很多投资人都放弃了 看到其他股票在噴 就会三心二意 我会想要来 想要来买别的 买别的 买别的 我今天坐在这个 这个主播台上面 我都希望我的会员 包括投资朋友 你看到我的节目 有东西可以学起来 有东西可以了解 有东西可以吸收 然后顺便兼赚 涨停 因为以后 就是 当如果 假设 假设 到外资去了 到哪边去了 你们可以自己来嘛 这个就是市场在玩的 市场不会告诉你 真实的一个消息 他绝对不跟你说 他不可能跟你说 他跟你说 他要贪什么 我就是要贪你的钱 我哪有可能跟实材会跟你说 我哪有可能跟你说实材会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股票市場是很複雜的 但是这个複雜 他有一个大方用 他就是要贪钱了 这是他用什么的手法 用什么样的手段 让你下车 让你提早下车 让你认错 让你回补 让你追在高点 剧本全部都是一样 跟你说这个疫情多厉重 刚才有多厉重 跟你说这个疫情的反应 所以我说这次疫情 我唯一比较complain的 就是什么 坛中开记者会 坛中政府开记者会 我感觉 这不太好 鼓势在胖 鼓势在走 结果告诉他 很严重 很严重 半千多点 但是没关系 我们绕回来 在这个地方 再次的大转摊一把 所以我想 投资朋友 如果你华融没有跟上的 科学战警也压回来了 我们的风力发电呢 也压回来了 就是要等大家一起上车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的LINE 还没有加入我TG的 麻烦你赶快来做一个加入 因为这个行情 绝对是属于台股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水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